好 早报现场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 在今天台北股市开盘前怎么来做关心呢 先请到韦杰了 尤其是从这个香港 香港昨天一整天这个动乱 抗疫已经到失控的地步了 那港股昨天没有开盘 但今天港股会开盘 跟陆股一样九点半以后 那今天在整个亚洲股市当中 也稍微受到一些震荡影响 在今天亚洲股市目前 大家都是开低的 这个冲击会被影响到今天台北股市呢 好不容易昨天大涨了 好 旺旺 其实今天的这个 全球股市到目前为止 亚洲盘是开低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等一下我们来看 那至于在港股的部分 我想昨天没交易 所以也没跟上这个 川习会的这个大利多 那不过从近期的 香港的整个环境来看 基本上是有点动荡不安的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也会影响到这个外资 或者是一般投资人 在交易的一个心情 那认为说它是一个不安定的地方 所以在港股的部分 我们认为有可能 它是直接不反应川习会的利多 直接就去往下进行修正 过去在这个香港的这个 反送中活动当中 基本上它还是有影响到港股的 一个交易的情况 所以在后续的情况当中 我们认为可能在这些 这个活动还没有落幕之前 可能港股都还是会持续的 受到比较空方的一个影响 好 这在港股的部分 但是跟我们习相关的还是美股 就是说在美股在今天7年收盘 怎么来观察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昨天美股大涨不意外 对不对 开高走高 可是它收黑了 开高走高 但是它收黑 那收黑这件事情 对于在技术面来看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代表说 其实这个川习会的利多 已经开始在市场上 有人已经开始知道 它的内幕是什么 不是真的有和解的方案 也不是真的针对于华为 是完全不处置 所以呢 在冲高之后 就会开始陆陆续续 在盘中出现一些 获利了结的卖牙 那所以其实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大概在未来 的确在历史高点附近 徘徊的过程里面 它就可能会是在一个 箱形区间做震荡 那等待的就是这个月 就是7月份的这个 FED的利率决策的结果 或者是这个鲍威尔的说法 那另外呢 在科技类股的部分 是昨天反映最激烈的 因为跟华为有关嘛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重申一点 在华为还没被制裁之前 全球的科技产业 就已经开始衰退 今天跟华为是没有关系的 对 但昨天美股是收黑吗 昨天美股是 昨天是上涨 但是它的K棒是收黑 所以其实代表了 它是比较盘中的获利了结的 卖牙是出现的 所以在整个NASDAX指数上面 它出现了一个多方缺口 那这个多方缺口都重要 短线的强弱分界点都在这里 如果它接下来是封闭这个缺口 那等于川席会的利多 大家已经认清它的本质 就不是利多 就是维持现状 所以它回归到它正常的一个震荡的走势当中 另外在领先指标的费半指数里面 我们就更值得做观察 那我们有讲过在这个颈线的部分 只要它没有跌下来 基本上比较偏多看待 但是因为它这一波 往下跌的过程是比较深 而且它是属于反应基本面的一个行情 那这一波往上是属于热潜 好 那这一个是市场上错误理解 对于华为禁令的解除 所以在错误理解之后 它会不会有一个追错了的认错行情 我们认错行情有两种 一个是没看到多方 这个是看太多了 overreact的行情 这个缺口就很重要 所以在费半指数的部分 一样昨天留下的多方缺口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那当然在结构图的部分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大部分都是上涨 包括在亚马逊 或者是在苹果 这个微软的部分 其实都是上涨的 那尤其是在金融类股的部分 它是持续上涨 而且涨幅是相对 科技类股来得更大一些 所以昨天涨幅是蛮全面的 没错 所以其实在市场上的解读 跟交易的气氛 都是比较偏和缓的 但实际上 库德洛昨天出来 就交大家一桶冷水 说没有 华为没有放宽 然后中美贸易谈判 我们没有时间表 然后提出了三个没有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在未来的美国股市上面 我们认为 观望美联储的利率决策 会是未来的一个主轴 那另外呢 我们会跟大家讲 从整个基本面来看 为什么今天普遍 这个不管是美股的电子盘也好 或者是在雅谷的 现在目前开出来的一个状况也好 其实都会是属于下跌的 为什么 因为最近阵风 全球的PMI采购进行指数公布 那我们把它统计成为 是全球的一个PMI 它创下了2012年以来的新低 也就是跌破50 跌破50是融苦线 50是融苦线 跌破叫衰退 在上面代表叫做景气复苏 所以在全球的PMI 都已经跌破50以下 也就是进入到衰退 这个全球的统计数字里面 包含台湾 包含台湾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项 不管是在出口 不管是在新增订单 还是在新出口 还是在员工的雇用数上面 基本上它都是属于下滑 它全面都下滑 所以其实代表 全球这一波的行情 是没有基本面 我们不断不断地 用数据佐证告诉大家 这一波其实是无机之谈 好 那无机之谈 就要去观察一下 它们是行情 一波行情当中 会等于资金加新领 好 那现在资金没问题嘛 因为FED比较偏宽松 这个是OK 没问题 但新领面分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基本面 第二个就是消息面 News 消息面是好的 对 那基本面现在已经确定没有嘛 那现在就是热钱跟消息面 这两个都是非常虚无缥缈的东西 而热钱在退潮的时候速度是快的 那再加上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现在目前股次跟债制出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 绿色的是标普500指数往上涨 蓝色的是全球的债券价格 债券利率是在往下掉 债券的殖利率往下掉 代表债券的价格是在往上狂飙 所以变成是股债同涨 其实这是一个异常现象 在基本面比较偏弱势或进入到衰退的过程当中 其实股市应该是往下修正 而债券市场是在往上涨 因为要资金要挪到债市当中做避险 但是它却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异常现象 那未来根据未来的整个惯性的回归 不是债券的利率往上走 就是股市的价格往下掉 因为他们过去长期 从过去有统计以来都是正相关 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很少会脱钩 只要一旦脱钩那叫市场上的定位异常 定位异常代表未来在市场交易的过程当中 会有大波动不是债券价格崩盘 就是股票市场崩盘 但以目前全球的基本面来看 股票市场的价格回去追这个 所谓的债券的殖利率的走势 这是比较有可能 因为它是处于历史相对高档的位阶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即便接下来你看到的是 标普500创下的历史新高 或甚至是台北股市去挑战前波的 1270的高点 都不代表接下来有机会 持续地走出一波大多头的一个行情 反而是大家在过高 或者是在创高的过程当中 要有反向思考 特别留意一下 如果说手上还有一些科技类股持股 可能在这边 你可以利用一些利多的时候 去进行一些调节 避免未来可能会造成 快速度修正的一个风险 好的确 不过在最近这个行情回来 消息面回来热钱回来之后 在避险的商品部分 就开始走跌像黄金 黄金在今天有个最新的报价 是跌破了1400美元 但现在就是网友想问 米国想问说 上次我以前有说 黄金如果回跌一下的话 可以进场 但现阶段呢 我今天真的又没带黄金的来 没关系 大家都喜欢 大家都 很爱黄金 没关系 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价位 对 1370 没跌破 黄金的大多头都还是可以持续的 那以目前黄金的这波上涨超过100美元 以上来看 它回档大概0.382的空间 大概大家可以去测算一下 但是六年的大景线位置是在这里 只要这个六年的大景线没有跌破 黄金的大多头行情然是持续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未来黄金会上涨 我们看两个环境 第一个叫全球的负利率 全球负利率环境会推升黄金的价格往上攀升 第二个 那就是通货膨胀CPI 未来的通货膨胀很有可能会进入到 比较恶性循环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会促进市场上的资金 有一些避险的买盘再一次的回到黄金当中 那所以其实在黄金的这个走势上面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长期去做关注 那至于要不要在这边进场 可能要自己的这个操作策略去做拟定 但是我们就提醒大家 六年的景线位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的指标 大家可以持续留意 好 所以这是在现阶段的黄金的价位部分 好 不过我们来关心一下在今天 今天的台词开盘了 在期货市场部分 目前是开低的 现阶段小跌22点 0.2%的跌幅 10744点是在今天的期货开盘 不过很多网友说这个我们好像看很空 不是看很空 是说因为现阶段的行情水位在蛮高档的 那当然我已经是从这个经济面帮大家来解析 可是有强调热潜在的 那这个消息面还是有的 所以在这个行情部分来说 是这样帮大家来解读 但是其实在昨天我们来看到了 在今天的这个相关报纸头条都可以看到 昨天台北股市是股汇都双涨的一个情况 那现阶段来说 今天期货稍微开低 小跌这怎么来解析 好我们直接看台北股市的图 我一定要先帮自己平反一下 提醒大家 不是看空 提醒大家风险不是代表我看空 对 因为现在是处于一个热潜跟消息面 有反应的市场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其实钱退的速度很快 对 那回过头来既然没有基本面 那就回来我们要看的是技术面 那既然技术面在这边呢 它很明确的告诉你 短线有个多方的态势 所以我们会告诉大家 是一个短多的行情 但是长线有没有多头不确定 那这个风险就来自于这里 我们昨天有帮大家画对不对 你如果指数 现在已经来到一万零九百 再往上大概两百点 可是如果不小心 你是往下回挡修正 在这边是一万零两百 那这边是多少 就七百点 所以你的风险是七百点 未来的机会是两百点 我们可以先这样子去做设计 你就知道原来我现在如果去进入到台北股市操作 我可能会面临到七百点的空间 回挡的空间 这就居高思维 这不叫看空 这不是说现在是空头 那当然 对 那当然有些投资朋友 他可能你知道高手在民间 可能我们的技术分益很强 OK没有问题 但是你一定要先知道 就是重点是说 我现在的环境是这两百点 如果我赚到这两百点 我也知道我在做什么 当然你可以进去做短多的操作 没有问题 你只要能够确认 现在是风险大于机会 但是我知道这个重点了之后 我还是要进场去操作 OK没有问题 因为你对于风险跟机会的掌握 你很清楚 但如果是一般的小资族上班族 他可能没有时间 时时刻刻盯着盘式的变化 然后你是做中长期的投资 或者是你可能想要透过长期的投资 来累积自己的财富的 可能在这个位阶 你就不适合进场做投资 因为你需要长时间的观察 就目前看起来台北股市 他就在历史的相对高档区 本来在这边做投资 免不了在长期投资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会面临到台北股市指数的回档修正 而这幅度一旦产生可能不小 那如果在历史的高档不小心被套住 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特别提醒大家 台北股市只要在历史的相对高档被套住 要等解套可能是10年15年的事情 那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短线的多头我们是认同 那只要你把支撑看好 那支撑在哪里 就昨天的多方的缺口不要跌破 基本上台北股市向上的空间都还有 那只是说这个空间大概就200点 那可能如果不小心 你连这个多方的缺口都回补 那你就到这里 所以如果你知道每一个位阶 它的支撑跟它的压力 或者是它的风险所在 大胆进场操作有何不可 这个我要先帮自己辩解一下 我是提醒大家风险 站在提醒风险的角度 不是说我看空 短线就是多头 技术分析大家会看 这个就是多头 没有错 但是来到这边 你的机会还大不大 对 我们是看机会跟风险的 对 所以这是在指数的部分 不过我们来关心一下 为什么刚才我已经特别提到说 在短线上你是可以开 因为有热钱 为什么说有热钱呢 因为其实这一波来说 在亚洲股市外 这真的是买了不少 没错 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 这波热钱都锁定在 亚洲股市当中的哪些市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外资买进的图 那这一次他买的市场 比较不一样 上一回在第一季度的时候 外资买超市场 会集中在印度的 然后台北股市 我记得是排名第三 第二名是南韩 我这一次买超第一名 竟然在印尼 那在东南亚的部分 竟然是 让外资买最多 其实就代表着 其实在整个 贸易大战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一件事情就是产地 那会有很多的 这个资金涌入到 东南亚的市场 这边以下 这边都东南亚 台湾也买不少 对啊 台湾这边有四点 不会因为 台湾在整个亚洲的 这些国家当中 是相对 产业链聚落完整 而且它的发展 是相对比较成熟 所以一定会有外资 来这边做布局跟琢磨 这是一定的 但是在东南亚的部分 各位看一下 印度还是跟我们差不多 然后泰国 然后印尼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三个国家 基本上是东南亚的大国 然后除了有人口红利之外 现在目前都在 渐渐的正在发展当中 那有很多的资金 为了要避免 中美贸易大战的冲击 通通都把工厂 迁到这些地方去 所以在这个地方资金 快速度的涌入投资 他们实体经济的过程当中 外资当然就会进场 外资当然就会进场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台湾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台湾 它是在整个亚洲区 东南亚这边 其实相较起来 它是一个领先的地位 但是在外资买超过程当中 因为现在是 七八九月是除全席忘记 所以外资有时候会做假动作 所以不要被它骗 因为有时候它必须要做一个 套利避险的动作 所以可能它的大买 不见得真的是 看好台北股市的未来 这是一定要提醒大家 注意的地方